大家好 歡迎回來《邦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4月25日星期日的時間 今集有我許樓山 還有澳洲紅姐餅真BC 你好大家好 隨時珍的好 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是訂閱《邦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香波浪費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今集又要說說發生什麼事 大家看到標題寫著 周樹峰變位 可能名字有些人好像曾經聽過 熟悉社運的人都好像聽過 我現在記得了 現在記得了 要給《真BC》記得才有一點點的筋量 記得一下都很好 發生什麼事呢 這傢伙就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前會長 也算是一個知名的香港社運人士 現在其實是24歲的 他是這個 剛才也說了 中文大學學生會的前會長 當然是在這間大陸畢業的 其實畢業也不算很久了 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他現在在吹草之前 他在做某一個區議員的議員助理的 其實現在應該就不做了 這份工作就快點兒子 吹草走啦 他吹草的原因也挺有趣的 待會可以深入分析和說一下好嗎 曾BC對這個人的印象是怎樣? 我記得他的眼睛很有趣的 因為他兩隻眼睛是分開的 對不起 所以人家說他看過你啊 看過你啊 但他兩隻眼睛是分開的 所以不知道他是否在看你 是 他曾經都混合過好幾個社運組織 又去過社民連 更加去過這個賣收音機 芒果佬的網台都做過好幾個節目的 他就老實實實實實際就是獨派來的 為什麼呢?因為在芒果佬 獨派的搖籃 不是芒毒 不一定是芒果佬的黃毓民 不一定是芒毒 就是這些獨派 他就說人家這些港獨 香港獨立是不成氣候 絕對是不成氣候他自己說的 但是呢 又不斷被這些獨派的人來做折磨 那時候有一個叫做本土最前線 當然這個最前線的人呢 竟然是在最前線先走 那現在這個中大 前中大學生會的會長他走了去哪裡呢? 他說我坐上了飛機 就去了一個呢 已經去到了 其實已經過了幾月了 就是呂黃陛下的北美淑土 有些媒體就說呢 他應該就坐了去加拿大的客機 不過他就沒有說實實際去到哪裡的 他現在都不敢說 那他怕是怕什麼呢? 他做了做議員這份工作 其實去年的年底的時候 他們那幫區議員就搞了一堂事情的 就說花了成大 差不多接近半年的時間呢 弄了一個叫什麼差事 香港公民議政平台 那後來就被這個民政事務局的局長 除了英偉就說有機會是非法的 甚至說他們叫做挑戰中央底線 那說到如火如柴的時候 誰知道最後就太嬌 都是宣佈解散了 後來就出現了泛民47有被這個港區國安法 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 大家都知道了 他們都有可能覺得 哇 算不算叫撿回身彩呢? 如果全部參加了這個議政平台 都有機會滴了去的 那是使得 那就好運了 現在這個周樹峰呢 他們說要先走 他都說了 很對不起各位兄弟 對不起各位手足 希望大家原諒他的內藥 那還有一件過癮的事是什麼呢? 他其實呢 剛剛 雖然他只有20多歲 但是他已經結婚了 哦 好像 沒有多久 還搞得很一頭煙 待會再說一下 沒有多久 他在社員間叫張飛 很勇猛 但是好像走了 他就 張飛呢 滿面鬍鬍的 那他就沒有的 都24歲了 他一年有氣 有點暗的樣子 獨L那種款 他就沒有多久了 3月15號結婚 剛剛今年 25號呢 就原來已經衝飛了 已經走了 剛剛這一個月呢 滿月呢 就宣佈 告訴大家 就已經 Kiss了 就形容自己呢 哎呀 雖然我是闖撫地出途啊 短期之內呢 仍然是 有得一啞遮頭 三餐戶口 我們一切呢 能夠呢 尚能夠應付 他又說 對於一些人來講呢 移民呢 是追尋更加好的地方 在異地呢 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但是對於他來講呢 是遠離自己最愛的地方 拋棄自己的理想生活 喂 想著草就著草 要走就要走 他 當然啦 他跟羅冠聰那個情況很像的 其實都沒有說真的抓到他 他所犯的事情呢 我們一會兒可以再講啦 那麼他又說 一叫那些手足呢 就要 在手足說道歉啦 是吧 他都有衝過的喔 他承認自己有份參與過 七一那些衝入立法會這些 他曾經呢 有想過 要不知去哪裏哪裏著草 等不知多久呢 風聲沒那麼緊才回來的 那誰知道說頂了兩個禮拜呢 就說自己 覺得很內疚 就回來香港啦 我覺得這是一個藉口來的 似乎 就另有內情的 那你去到另一個地方啦 你要住要性呢 全部都是錢來的 你現在還要議員座 你這麼窄呢 那你又有多少錢呢 你現在帶著老婆呢 一口氣說叫做著草啦 還說有瓦傘頭三餐戶口 這些呢 就是叫做 我前老婆溫香屋 這樣 不知道她老婆是不是很有錢 還有沒有加拿大籍的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我們接下來可以再一起去看看都可以的 那有什麼觸發到她真的要離開呢 她就說我都是和泛民47友的案件有關的 她說自己去了好幾天了 她說聽那些做過的旁聽師 她就坐到正正呢 就看著他們live 大家不知道還記得嗎 因為當時太多人去聽審 還有因為又有間距來坐 那個法庭呢 就不是說真的坐得那麼多人而已 有一些叫做新言出來的 叫做旁聽席的 那這個呢 周樹峰呢 他真的豎起了耳朵 馬上去聽那些這樣 那大爆料啦 她說為什麼呢 她說一跑過去聽了四天 聽了四天 類最令她覺得震撼的呢 原來就是譚文豪啊 她說聽到譚文豪呢 在法庭上面呢 自辯 還有口水鼻涕 哭到嘀嘀聲的一隻 一拔成聲啊 她這麼慘是什麼 原來只是希望 國安法的法官呢 蘇官呢 批准她保釋而已 她說她的感受呢 簡直是 交織了千萬個 那些複雜的心頭 她說呢 原來她跟譚文豪呢 又說不算真的叫做 有什麼交情的 都是幾次呢 短暫過交流一下啦 那認為她呢 至少是一個真誠的好人 這些已經是謊話來的了 她說究竟她什麼 將她逼到如私的田地呢 她說當她回家坐巴士的時候呢 就message給一個朋友了 她說她看到一個 嘗試用真誠和良知面對世界的普通人 被一個政權呢 用恐懼 徹底摧毀了她的尊嚴啊 令到一個廣受尊重的上流紳士 疑太盡失 揭絲底里 痛哭流涕 那欺求政權遙拒自由 一個人自願放棄一切 包括她之前定義的自己的根本啊 包括她航空的尊嚴 她的政治生涯 她的社會地位 她所有的一切 只求得以苟且的自由啊 我不相信她是演戲 我看到的是一個被摧毀的人啊 你摧毀你都瘋了 那她現在呢 借譚文豪過橋啦 那譚文豪有沒有真是這麼誇張 力竭聲西 口水鼻涕都出來了那些呢 這個不得而知 那我暫時呢 我們 因為呢 我們不可以只信了 這個 這個 樹峰哥說的嘛 是不是 如果是的話呢 我想其他媒體呢 都會有寫出來 還是怎樣的 那她又繼續說 有什麼國家機器威脅 還是怎樣怎樣的 之後呢 又開始說了 她說去想一下自己 如果真的坐在被告席的話 那她會怎樣呢 會不會為了尊嚴而捨棄這個自由呢 還是為了自由而捨棄這個尊嚴呢 她說第二天她收到一個邀請 她說一個有中國背景的人 再透過一個中間人 說想約她見面 指明呢 是要講一下這個 香港公民議政平台的事 她說 那個子女行間似乎有人暗示 她已經有情報了 如果這個周樹峰想沒事的話 即是怎樣呢 要她督灰自保 那她說 她當然沒有去見面了 這個有中國背景的人 是誰 不重要 她都不需要知道 如果下一個真的到她的話 她對待要去坐 還是離開香港呢 那她作了一個非常大的理由 還有一個故事 那她說完之後 喂 如果是的話 妳就show過 中間人的資料出來看看 是不是 連這些基本都沒有 那她說 究竟如何如何 現在說要決定要走 走了 就說 保得住自己 還是怎樣 都很明白的 因為妳結婚 還是怎樣 或者妳怕起來 可能走先都沒有辦法了 她們經常都說 什麼拋頭顱灑熱血 為了什麼抗爭 什麼都可以 獻出我什麼什麼 但到頭來 這個周樹峰 她已經是自己第一個離開 她還要離開一個月 搞定了 坐定定了 接著才說自己撇 她說最不捨得是 曾經跟她出生入死的朋友 嘩 妳有什麼出生入死過呢 梁天地 不過進了進去 她都說 其實當時都怕了警方叫大手捕 她說曾經在日本打算避風頭 兩個星期就回來 剛才都說了 我覺得她在日本那裡 有些問題 我想可能那些什麼簽證 或者那些什麼 或者生活方面有些問題 所以馬上撇先回來 有一個證實了 講一講都好聽 但其實都是 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有了家庭 或者有了那個負擔的時候 再做出來的事情 其實都是很多 如果妳問我很多都是 都是假的 就是有什麼齊上齊下 什麼手足 那些還是怎樣 我都不太覺得 有些什麼叫做有頭有面的 真的會跟這些手足 誓死誓相隨 其實她的成名作 或者說最醜的事情 就是她在2017年的時候 沒有記錯 她就罵人家 就是內地的學生 叫什麼罵人家 滾回什麼地方去的 那就是作為一個 中大學生會會長 哈哈 不是覺得很失禮嗎 這個其一 就是 這些就是最醜的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中大其實很多 碩士班那裡 你看一看就知道 很多都是國內生來的 那你又不在那裡撈 是吧 你不夠膽 當然我們都不希望看到這些情況出現 就是大家和和氣氣一起努力一些 讀好那個讀書也好 以及一起對於知識那方面的追求 怎樣做好整間學校呢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最重要的 還有這些人 周樹峰又學了那些什麼叫做羅冠聰那些 什麼我好愛香港啊 這些還是怎樣的 又或者說自己離開這裡 好像很不捨得啊 那些還是怎樣的 又說哎呀 哎呀 離開 那些還是要離開了她自己 她有偏好的生活方式啊 茶餐廳吃回乾炒牛河啊 去朋友家裡打足一晚鞭爪 這個摩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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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到自己好像很熱愛香港 但到最後呢 自己呢 還是先走了 那他說 他自己呢 最後坦誠呢 都會說自己都沒有信心 可以做到好像譚文豪這樣 什麼口水鼻涕 哭了 流了出來的那些 苦天搶地的做不到 天啊 為什麼不讓我保釋啊 這些事情怎麼樣 那他說 所以就寧願選擇走了 都不想他面對這樣的挑戰 其實呢 你直接講就可以了 你不用繞作這麼大的故事 我來這裡講的 你那些什麼本土最前線啊 那些什麼差的那些呢 還有什麼學生 在芒果佬還有什麼節目啊 好像叫學生主場那些 誰煮香缸啊 還是怎樣 再者 他都搞很多那些獨派那些活動 還有那些宣言 在他的Facebook呢 很多那些什麼毒什麼毒的那些 港獨又有什麼毒 什麼毒又有什麼都好 剛才啊 珍BG講了 簡直不單止說人家什麼拿人啊 那些什麼什麼 甚至乎那些父母啊 媽媽啊 就是動作啊 生殖器官啊 這些都出來了 那女生是沒有什麼淚氣啊 因為跟她在一起的另外一個是 港大前學生會會長叫孫曉南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啊 那位女生呢 其實呢 都是跟王中堯一齊呢 在排期等著這個暴動案的上庭 那大家所謂戰友 拜拜啦 他先走了 就一定啦 是吧 有機會抓到她的 她最近那個呢 補多一點點一批啦 她沒有多久以前呢 就說剛才不是結婚的 我們沒有說過這一節呢 挺搞笑的喔 她就在一家黃點 那些什麼牛扒餐廳那裡呢 來搞結婚派對的 有一點點黃色區議員啦 就去渡河啦 說明不准吃飯呢 晚市就不准超過10點的嘛 是吧 之後呢 又有街坊投訴 哇 這麼吵啊 大佬 後來就警察來到到場的時候呢 她就拒絕開門 搞了幾個小時之後呢 後來警員才去進去調查嘛 本來又想好像說在後巷呢 交腳走的 但是跟著 警方呢 原來一早就有人在那裡還是怎樣的 什麼啊 什麼啊 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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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站在那裡不行啊 怎麼知道你會在後面走啊 警方會不會在後面啊 很大善事啊 那時候要走到前後包抄啊 又有機動部隊啊 又出來了 我不知道你結什麼分 什麼派對這麼厲害啊 怎麼知道新郎哥呢 就說 哎呀 為什麼來看我啊 怎麼搞錯啊 那麼就講一下這個周樹峰啦 其實他在中大這裡畢業啦 因為那個洞啊 太臭啊 臭得太會怎麼辦呢 我們其他節目都講過啦 你玩到這麼大的話 你基本上你的名字太行啊 沒有人敢請你 做這個議員助理挺搞笑的喔 它一炮過是騎兩間的喔 就是騎兩個區議員來幫他們做事的 那麼他後來呢 就報出來呢 那個人工呢 都不知道算不算OK啦 那麼各位網友可以講一下喔 就大概呢 兩萬三千六左右 就是每個月啊 那麼他做了十一個月 那麼現在就不做了 那麼算不算高人工呢 那麼我不得知了 議員助理 我覺得都算是這樣的啊 是吧 當時芒果佬給老美藍都可能沒有這個數 那麽美藍是萬一 萬一而已 萬一而已 那時代那個都不一樣啦 芒果佬做到2016而已嘛 不過又沒有理由差那麼遠啊 萬一之後還要捐一點錢 回我的商品機的台 哈哈哈哈 芒果佬可不可以 王鋼文可不可以說 喂 芒果佬我給你一些馬仔的提示 那你自己贏了就補回來就可以了 十萬就可以了 不是喔 好像是呀 老美藍幫芒果佬準備提示的那些 是嗎 那麼在議員辦事處幫你準備提示嗎 準備去爬馬京吧 他是幫幫芒果佬看一些才幫他做一些功課的 唉 難怪在芒果佬沒得做啦 那就回去爬馬京好了 這次來這裡先啦 謝謝大家 那麼手足的故事呢 原來就是這樣的 最厲害的 最重要是什麼 手足是我們怎麼出賣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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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